中華餐館主廚 Hello, 我是David Lai, 中華餐館主廚 今天想做一碟菜 其實是水蛋蒸蟹 加上蜆 加上洋兔菌和法國黃酒 法國黃酒也有點像中國紹興酒 加上洋兔菌和蟹是很搭配的 蛋也可以帶出所有材料的香味 現在煎雞油 為什麼這個菜用雞油呢 因為它跟蘑菇和黃酒的味道特別配合 首先, 第一個步驟 先把蟹拆掉 斬了之後, 先放在蒸爐裡 蒸七、八分鐘 因為蟹需要時間做 之後再加一個蛋 然後把蟹拆掉 然後把蟹拆掉 進去煮的時候, 把蟹拆掉 然後把蟹拆掉 再加上蛋一起蒸 加入蟹拆掉 然後用蟹拆掉 然後把蟹拆掉 然後把蟹拆掉 然後開始蒸掉 然後蜆就煮 我們除了蟹,還加入蜆內蒸蛋 我們先把蜆炒開 讓它的汁出來了 先開抽人油煙機 今天我們用法國黃酒來煮蒸蛋 這個黃酒跟我們中國人的紹興酒有點相似 因為都是屬於氧化的酒 我們先把蜆的汁流出來 等待蜆的汁和蒸蟹的汁 和浸的羊吐菌的水 就可以加入蛋漿一起蒸 剛才蒸了羊吐菌和蟹 它本身都會有蟹汁出來 等待蟹汁隔開 蟹汁就是浸浸羊吐菌水 再加上剛才炒蜆的蜆汁 之後海鮮全部可以排出來 之後我們就把蛋漿淋上去蒸 現在就做蛋漿 蛋漿的比例大約是1比1 因為這個通常蒸水蛋用多些水 但是因為海鮮本身會繼續出水出來 所以我們就用1比1的比例 我們大約用4隻蛋 加些鹽和胡椒 拌勻它 蟹汁也是等待混合在蛋漿裡面 我們要開蒸爐100度 隔一隔蛋 然後排好海鮮 之後就入蒸爐 焗大約10分鐘左右 差不多蒸了10分鐘 現在看上去蛋漿也差不多熟 最後再加少許雞油和香草 加些鹽和胡椒 加些瑞士蔥和瑞士芫荽 完成了今天煮的羊肚菌 海鮮蒸水蛋 交臨 天漿 阿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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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